專案的APK呢就在這裡 當他怎麼樣 出現的話你把它下載下來 就可以產生有沒有他這時候已經幫你做好對不對 做好之後這一個網站變成APK就靠他了 所以點下去 那將來呢各位就把這個有沒有 把它下載下來的東西呢這APK呢 再傳到哪裡呢 傳到你雲端上面去 那名稱因為他原來可能不對你把它改一下 204 APP好了OK 那再來是什麼 把這一個下載下來的檔案呢 傳到我們的雲端上面去 比如說我這個目錄這是我的目錄 那你就直接把下載的這一個 直接再傳上去丟上去 放開 就可以了APK檔就上來了 那其實 你們傳上來其實只要給我APK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 裡面的東西啦 好不好跟各位講過就是說 實際上這個APK 他基本上沒什麼保護的 你要破解他太容易了 好 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有嗎 就是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改成什麼 VIP 裡面的東西都一覽無遺的 已經有了 我只改一個 就是多一個 只是說他其實只是說幫你打包 成一個 有沒有這裡面的話網站就在這裡 Assets裡面 Triple W 這裡面就是原來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 你其實放一個 放一個APK上來也可以 那再來就是說呢 將來 你如果要讓人家安裝的話 當然如果你放封 Gap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這個 QR Code他只允許一個 那你如果下一站放上來 這個QR Code就失效了 就不能用了 所以怎麼辦呢 以後你只能做一次 那不可能啊 因為你專案一定會有新的吧 那怎麼辦 再申請一個 Adobe ID 可以啦 可是你有幾個 對應到的Gmail 對不對 或者是其他mail 但沒有辦法那麼多 所以我們怎樣 用 另外一個方法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有沒有 變成一個 短網子 加 QR Code 以後人家照相的時候有沒有 一樣可以 去把它下載到手機裡面 沒有問題 因為我經常用這樣測試 因為有的時候 你如果剛好手 手機要安裝 APK的話 有時候要插USB 或者剛好那一台電腦 你的手機剛好驅動程式又連不上的話 那你可能搞半天了 導播怎樣 丟到雲端 直接拍個照